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把佛经听懂呢 不怀疑 不分别 不执着 你就听懂了 马明菩萨在《七心论》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听今 不执着言说 不要执着言语 不要执着名字 这名词说语 不要去想它的意思 你能这样去听呢 你能够听得懂 你能够起入境界 主办 愿民俱斗 主办是说一切法 这个一切法了 我们通常 用六个字 来说明 一切法的 性向 理事 因果 无论是世界法 是初世界法 那么现在呢 这个 佛法里面讲的 一报 正报 科学里面讲的 物质 精神 大 想到 想到宇宙 小 想到微尘 这个里面 任何一法 大臣经里面 常常举例 是举一尘 一毛 一尘 是一报 里面最小的 一毛呢 是说我们这个 寒毛的尖端 正报里面最小的 无不是 圆明 绝得 圆是圆满 他一丝毫都不欠缺 就是 整个宇宙啊 就在一尘 一毛里面 这个是 无法想象的 所以这个境界 四舍华言 品题上讲 如 不思议 泄脱境界 就是这样的这个 这个境界 我们没有办法 去想象 也没有办法 能讲得清楚 可是 世尊 有智慧 有善巧方便 还是 很详细的 为我们 说出来了 可是我们 不容易听懂 什么原因 我们有业障 佛真的是 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业障 障碍了 我们的智慧 我们听不懂 业障 是什么呢 怀疑 分别 知识 你就没法 要用什么方法 才能够把佛经 听懂呢 不怀疑 不分别 不知识 你就听懂了 马明菩萨 在七心论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 听经 不执着 言说 不要执着 言语 不要执着 名字 在名词 说语 不要去想 它的意思 你能这样 去听呢 你能够听得懂 你能够 其入境界 读经 也是一样 读经 这个经 里面的文字 经本上的文字 文字 是语言的符号 所以我们不能 听经 不能执着言语 读经 不要执着文字 执着文字 就坏了 同样的 也不要执着 名词说语 也不要想 里头的意思 为什么不能 想里面的意思呢 你一想就错了 一想是 是你自己的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为什么 佛没有意思 发生菩萨 已经转 八十 成四支了 意思是 在八十里头 第六十 是 一十 第七十 叫一根 意思就在 这两十里头 你现在已经转变了 转地六 一十 为妙观察之 转地七十 为平等心之 你没有意思 如果有意思 你是凡夫 有意思是什么 你用阿赖耶 阿赖耶是妄性 你不是用真心 佛给一切众神 讲经说法 乃至于种种事先 都是真心 都是本性 所以说 从信德里面流露出来的 才圆满 这个圆满是讲的德 明是讲的慧 圆满的信德 圆满的智慧 还是世尊 在华言经上所说的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的相 这一句话 我们听多了 我们听得耳熟了 也能够说了 可是 不是我们的境界 转世成智 才是这个境界 那叫证悟了 我们现在学的时间多了 知道有这么回事情 可是 我们得有善根 善根是什么 相信佛菩萨所说 对他毫无怀疑 我们自己 心量要脱开 所以 华言经的当机者 发生大死 清凉给我们讲 十种人 十种当机 最后一种是凡夫 凡夫 凡夫里头 哪一种凡夫呢 叫大心凡夫 心量很大 对于一切事 一切理 不去金金计较 我们一般讲 大耳化之 这样的人呢 可以听华言 如果说是 很保守 很执着 样样都要计较 华言就不契机了 他不适合 听这个经 听这个经 一定要心胸 广大 这个开阔 什么都不愿意计较 这样的心态 跟华言相应 所以 圆满呢 也丝毫 欠缺美 这圆明两个字是关键的 实在讲 就是 慧能大使 开悟的时候 见性的时候 所说的 何其自信 本自具足 就这个意思 虽然 不行 他依然不缺 我们 进途宗里面讲 最高的境界 长吉光 长吉光是什么样子 圆明 觉得 就是长吉光 长吉光里面 没有精神现象 也没有物质现象 什么都没有 什么样子呢 是一片光明 所以叫极光 极是清净 清净到极处 极是清净 连物质 精神现象 都没有 可它一片光明 它不是黑暗的 它是光明的 这是我们 本来面目 阿尼陀佛 阿尼陀佛 喝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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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 satu